柔佛渔业局巡逻船失联超过一天 今天下午终于在印尼海域发现船只 那庆幸的是四名船员全都安然无恙 柔佛海事执法机构主任努鲁西战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印尼军队今天下午1点45分 在巴旦岛海域发现失踪的PL87巡逻船和四名船员 他透露巡逻船是因为引擎故障 而被洋流冲到了13海里外的印尼海域 目前两国正在处理把船只和船员送回我国 巡逻船是在昨天中午12点45分从戈达丁尼出发 预计傍晚6点半抵达弹杯基地 不过出发不久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